3.5.4.5 Steam秋季大特買終於開始了 剛好適逢黑五 完全就是買遊戲的最佳時間 這裡就來推薦7款 個人玩國認為相當值得購買的遊戲 讓各位可以在今年3A正確怪胎作品 一款接一款大BOSS的時候 還可以感受到過去玩遊戲的感動 舔一下 什麼才叫做真正的遊戲 那接著我們就不拖時間 直接進入遊戲的介紹 打膩的泰倫重出手還很癢 想要繼續為帝皇奉獻嗎? 戰爪40K星際戰士一代 馬上趕到特價的戰場 讓你無縫遠征繼續廝殺 特價的終於版本 所有的所有曾經推出過的DLC 雖然大多數內容都偏向多人模式 很可惜的是 線上玩家的神數已經很少 基本上可以當成不存在 不過別擔心 遊戲的單人模式還是很香的 無論是劇情還是戰鬥體驗 都能讓你感受到最純粹的 戰錘暴力美學 在初代裡 你一樣扮演TITUS指揮官 只不過這次的對手 不再是泰倫重出 而是一臉欠射的獸人 遊戲的玩法依舊爽快暴力 扛著爆彈槍 握著鏈鋸劍 直接往敵陣衝鋒 相比於二代的系統 初代的系統更加的簡單 沒有花俏的格擋 或是決鬥機制 反而更偏向於傳統動作遊戲的玩法 近戰扛爆敵人以後 再接擊擊運combo 最後來個處決技能 薄一點血量 簡易暴力無壓力 用一個字來說就是爽吧 值得一提的是 初代的手感比起二代更加的沉重 沒把槍的子彈都不多 但火力更猛 要秒的更小心 特別是獸人比蟲竹 多了更多的動作 還有武裝設計 難度直線上升 挑戰性十足 起來戰錘 或是還懷念過去那個遊戲 不一定要教育你的時代 星際戰士初代 絕對不會讓你吃亡 剛好二代其實也有在特價 有興趣的話 要把兩款一起入手 說不定就會像我一樣 陷進去帝皇的懷抱之中 打完馬上打開打氣上笑看了 雖然這款遊戲剛推出的時候 引來了不少批評 像是說它完全不像傳統的Final Fantasy 沒有角色扮演 沒有隊伍系統 流程極微線性 雖然裝備系統也顯得可有可無 但是在某些方面來說 我反而更喜歡這款遊戲的純粹 FS6最大的改變就在於 它徹底革新的戰鬥系統 這一次是曾經參與DMC系列的 林木兩態 這次的遊戲從回合制策略玩法 轉變為純粹的動作遊戲 全靠玩家的反應與操作 來展現實力 從完美閃避 完美格擋 到精準的慢動作反擊 還有誇張而流暢的連招 這遊戲該有的 它全部都有 玩家需要熟悉的掌握技能組合 觀察敵人的動作 裝作破綻 釋放打斷的技能 目標並不是為了精彩刺激的攻防 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 打出最華麗的連段 讓敵人被打到飛到天上 動都動不了 雖然說這款遊戲在戰鬥深度上 遠遠不及過去的FF系列是事實 但是酷炫的技能表現 還有超屌的粒子特效 完全的彌補了這點 每一場戰鬥 都像是一場華麗的視覺饗宴一樣 而最會讓人家印象深刻的 就是遊戲的最大賣點 召喚獸戰鬥 幾乎可以說 遊戲的開發資金應該大半 都投入在這些場景上面了 每一場召喚獸的規模都超級巨大 畫面跟音樂更是燃到幾點 第一次看到那個壯觀的動畫 氣勢豐富的配樂 還有劇情與實際遊玩的 QTE無縫銜接演出 這讓我從頭到尾燃到尾 雞皮疙瘩都炸出來 精彩程度 絕對不是善言良語就可以說明的 想要實際感受 絕對就是親自買來玩看看最準 自己相當喜歡這款遊戲 只不過如果是真心喜歡過去的 FF系列玩家的確是很有可能失望 遊戲比起RPG 更像是一部互動式的電影 如果真的擔心不喜歡 我建議可以先玩玩看序章的demo 想像一下這個demo延長到20-30小時左右 如果你還能接受 那FF16 絕對值得你的時間跟金錢 每一年的The Game Award 只要無人生空沒有拿到最佳Argoin獎 我就覺得又是在亂辦獎了 從當初的仍仍喊打 到近期終於在Steam評論變成極度好比 這根本就是遊戲挽回口碑的教科書等級案例 回想當初手法的時候 體驗真的可以用災難兩個字來形容 BUG多就算了 就人家受不了的是 開發團隊在推出前媒體上所說的幾乎全部都是假的 預告中展示的許多內容和機制 在手法根本就完全不存在 整部預告就是為了讓遊戲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吸引人 特別單獨出來做的假demo 在知道了這點以後 瞬間引來眾多玩家的怒火 Halo Games這個時候卻好像銷射一樣 完全不發表任何聲明 甚至一度還傳出了Halo Games拿了錢直接跑路的船尾 只不過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逃跑 直到自己fuck up了以後就開始埋頭修補 每隔一段時間就推出了全新的更新內容 提供給所有的玩家 而且這些內容都不只是隨便的DLC而已 而是從根本上的系統還有基礎玩法更新 像是新生水下世界 全面加強隨機的生成系統 新載具合作任務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巨大的更新跟內容 全部都是免費提供給所有已經買過的玩家 每一次的更新都讓一些不做的事 只會到現在3A大公司看起來就跟小丑一樣 經過了這幾年的更新 現在的無人生控早就已經脫胎換骨 成為了太空生存遊戲的頂點 目前我還沒有看到一款遊戲 能夠做到像它一樣無縫的自由在星球間穿梭 還有數以千萬計的隨機生成星球等著玩家去冒險 不只如此 將來以後你還能自由的更改地形 建造屬於自己的太空站 如果你對宇宙自由探索有任何一點興趣 你知道你的信用卡下一個應該刷什麼了 我知道你們都在想什麼 我怎麼會推薦這款大便 但說真的它很臭超級臭 但真的沒有到一坨大便的程度 這個價錢真的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絕對值得 至少把它當作是一款低系的外傳 殺殺這些超級英雄也好吧 自殺突襲隊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玩法 讓這些角色拿槍真的詭異到不行 但拋開設定不談 遊戲在第三人稱的設計手感絕對是頂尖的水準 能讓玩家自由在立體空間上自由上下穿梭 在搭配上不同角色移動方式的近戰combo玩法 我真的沒有玩過手感比太優秀的 立體激動第三人稱設計遊戲 要說最接近的應該就是Answer吧 唉 同樣是一款遊戲本身骨幹優秀 周邊卻腐爛到谷底的遊戲 在劇情上雖然說有Sweet Baby的入侵 只不過除了少數幾段小丑女的動畫之外 基本上對於遊戲整體並沒有任何的影響 前期英雄們被洗腦的鋪陳 讓他們跟自殺突襲隊之間的互嗆演出 也都讓這款遊戲的劇情加了不少分 如果說遊戲可以一直維持前半的水準 我相信當初的評價一定不會這麼爛 很可惜的是 遊戲後半明顯就是開發時間不足 加上還要搞一大堆服務型遊戲的更新 導致後半的劇情水準直顯下降 毫無撲審就快速把正義聯盟一個個清掉 BOSS在也是複製貼上設計得非常爛 可笑的是最近的幾次免費更新 為了挽救蝙蝠俠系列的阿卡和世界觀 不得已只好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 直接告訴玩家 你們之前的薩丁熊都是假的 真正的都沒事 實在是有夠白癡的設計 罵了這麼多 因為他非常的便宜 還是建議玩家 如果對於這款遊戲有興趣的 現在特價是可以入售的 就算這款遊戲有很多的缺點 它的主線內容依然值得你體驗一次 看完了新白衛那慘不忍睹的可悲劇情 可悲角色以及可悲對白 該是時候來洗一下眼睛跟耳朵 好好地重溫一下 當初讓白癡會越深一線RPG開發團隊的神作 Mass Effect系列吧 Mass Effect Legendary Edition 是基於原版三部曲的舊集大禮包 包含了完整的三部曲故事 還有過去推出的大部分的DLC 這一版不只提升了畫面 還對遊戲機制進行了一些調整 特別是針對第一部還有第二部 讓整個系列的遊戲體驗更加理智 像是第一部的Mass Effect戰鬥機制 就改得更加現代化 原本受玩家購兵的車廂操作也變得更流暢 第二部則是改進了遊戲隊伍戰鬥中的AI等等 而第三部就是在原本的結局中加入了延伸劇情 希望能往回當初結局被罵翻的評價 這個系列最大的特色就是玩家的對話選擇環 隨著不同的劇情對話選項下 每一個決定都能影響故事的發展 改變夥伴我們的態度 甚至整個世界的局勢都會被改變 這些影響還會貫穿整個三部曲 如果你角色選擇讓某些夥伴失去 那他們還在後續的故事中就會永久地退場 這樣的設計讓玩家每一次選擇都關起來更有份量 更能帶入到主角之中 就是這樣才叫做一款RPG 想要體驗Buyway的黃金年代 買下這款遊戲就是你的最佳門票 欸不對應該說是最後送他一層的慷慨 畢竟最新的作品暗裝紀元 已經被真真正確搞得亂七八糟 銷量也是低到可悲 我想距離他們被EA艱難的關閉日子也不遠了 趁著Stalker2代剛推出 這真的是入坑完整系列的最佳時機 這個系列遊戲以超銀河的擬真生存玩法 超高自由度的開放世界 還有飛翅性的任務設計文明 挑戰性直接拉好拉滿 玩家將扮演前行者 深入車諾比的隔離區 完成各種任務 探索廢墟、收掛物資和神器 對抗突變生物還有強盜的威脅 在這個邪惡的環境裡 生命值可不會自動恢復 受傷了記得拿繃帶止血 想活下來還要記得睡覺吃飯喝水 否則分分鐘中馬上領便當 還要注意的是探索的時候 如果遇到NPC不要急著動手 可以聊天看看有沒有任務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搶人家的東西 或者加入遊戲裡的眾多排氣質疑 你的每個選擇 包括對話和行動 都可能影響巨型的走向 一切選擇權都在玩家身上 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明明不是RPG 玩起來卻比很多角色扮演遊戲 還有帶入感 除了世界中的詭異突變生物以及人本 遊戲中還有另外一個最大的特色 那就是遊戲的棒 欸不是 特意去啦 直接特意去的奇特現象 不受常規的物理法則限制 稍不注意經過就是直接死 記得要打開耳朵 聽身上警報器聲響 如果真的還是找不到 但要PASS 不想獨擋重來 系列最經典的羅斯 就是你的最佳好夥伴 不要另一聲丟出去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吧 想看看怎麼把十年冷飯吵得這麼像 卡普空的惡靈古堡4重製版 給了我們答案 這不只是重製 而是重生 保留了原作的經典場景 還有巨型的精髓 但交流的現代技術 還有全新的遊戲機制 讓玩家能夠以新面貌 重新體驗到這款經典的遊戲 這次的重製版 並不是像Sony那種 簡單升級畫面就拿來騙錢的廉價品 而是巧妙的保留每一個場景的原始特色 同時增加新內容 讓它提升遊戲可玩性的完整翻新重製 畫面提升 還有氣氛增強的同時 還完美保留原版的經典要素 讓玩家在現在的遊戲體驗中 感受到當年的那份感動 在核心玩法上面 卡普空也做出了不少改進 新增的小刀格檔 還有潛行系統 讓玩家更靈活地應對敵人 打擊感的提升 更是讓整體的遊玩變得格外爽快 至於原本被玩家詬病的Ashley 這次的重製版 也大幅提升她的AI 讓她不再成為送死的花皮 劇情上 她也不僅變得更加有用 在關鍵時刻也會提供李洋幫助 只不過我想最大的重點還是她長得真好看 記得臉膜IG要追起來吧 這款遊戲保養了原作的經典魅力 還把遊戲的機制提升到現代玩家的水準 精彩的視覺表現跟演出 也讓沒玩過原作的玩家 也能充分享受到這款遊戲的魅力 對於新舊玩家來說 10d625的價錢 這也是入坑的好時機 最後這款壓軸遊戲證明了 沒有好的畫面 沒有出眾的遊戲手感 只要你是真誠的 為了想要帶給玩家歡樂 你就能創造奇蹟 近幾零物局這款遊戲 沒有辦法用正常的遊戲標準來評斷 因為它就是一款糞Game 畫面差 節目也差 遊戲手感也是非常廉價 但我就是玩得超級開心 甚至說 這很有可能躍升我今年的 個人年度遊戲之一 遊戲把日本傳統的雛林 跟決勝時刻綁在一起 對 你沒有聽錯 就是那個決勝時刻 遊戲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劇情 跟設定有多扯 所以乾脆直接全盤接受 像十四一樣 整部遊戲的劇情從頭到尾都在吐槽自己 拿著跟角色完全不大的 超精細槍之劍模 直接對萊希的幽靈跟敵人物理超度 讓這些已經死掉的鬼魂再死一次 打到他們哭著跪地求饒 天的設計也是超級無厘頭 廁所的花子跟泰銘 一大群打武術的爭執等等 打鬼打到一半 居然還可以看到 致敬COD的砲台橋段跟核彈橋段 這才叫做今年的年度遊戲 悟空什麼的下去吧 介紹了這麼多款遊戲 這次的秋季大特派推薦也差不多到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到你解決電子養尾 另外如果有我沒提到 但是同樣想分享給各位的遊戲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FV粉專 還有IG頁面喔 謝謝你看到最後 掰掰